台南虎頭皮入口處車輛 大排長龍級的水洩不通 旁邊也有一大群人 一大早一兩百人擠爆水庫入口 但這買門票恰之進場 但現場已經超熱鬧 岸邊都被釣客坐滿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魚上鉤 這大概一點多斤 這有什麼 你再釣進去嗎 這幾隻 七八隻 原來台南虎頭皮外來魚種魚滿為患 吳郭魚 紅尼羅 五昌魚 草魚 魚虎多達十三種 週末假日舉辦釣魚大賽 以外來魚種為目標 重量決定名次 意外引來大批釣客超踴躍 網路報名一百五十人 現場五十個名額 一下子就額滿 大概差不多四點半 為什麼那麼早 我從那個新竹下來 我們來二四五十分鐘吧 入場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就已經報名已經報了 線上報名搶不到 就有人大清早來搶現場名額 因為獎項超誘人 第一名五千塊現金 還能免費入場三個月 第二三名也分別提供兩千 以及三千元現金獎 今天總共其實有來了三百五十位 那我們只要有來現場有排隊的 我們都是鼓勵他們 也歡迎他們進場的 只是說我們有兩百個參賽者 官旅局表示 就算沒報到名也鼓勵進場 把外來魚種調上岸 多多益善 幫助虎頭皮水域生態 解決外來種的威脅問題 記者來關章談的報導